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这个主要的语法表现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结尾词叫做めく 那么めく一般是接在名词的后面 表示带有该名词所具有的一些要素 带有一些那样的状态在里面 那么我看到直接接在名词后面 那么相当于类似于说らしく見る 就是看起来像什么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气息,带有什么样的要素 就是带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和味道 那比方说,第一个句子说到 天气が春めいてきた 那么春めく就相当于说带有春天的意思气息 那么这里变成了帝形加きた 表示这样的感觉来了 天气が春,天气が春めいてきた 就表示说这个天气春意正浓了 或者带有一丝春意了 好的,往下面看到第二个句子 彼は,彼の話は少し皮肉めいたところがある 那么皮肉めく是表示非常地讽刺的感觉 那么皮肉めく就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 他的话里头呢,稍微带有一丝那么讽刺的意味在里面 彼の話は少し皮肉めいたところがある 初めて聞きましたか? 那我头一次听到 初めて聞きましたか? 謎めいた話ですね 真相就是一个谜 那么就是表示带有前面该名词的一种要素和状态 好的,来,我们直接往下面看 好,第二点 違,違是表示有错误的意思 那么違もない或者違はない 那么反而就是表示肯定 表示准确的意思 也相当于可以说毫无疑问的意思 那么看到第一句话 这边他强调说 彼が言ったのが事実だとすれば どうすれば相当于一个既定事实 相当于说如果什么什么 那么如果他言ったのが所说的是事実だとすれば 如果是事实的话呢 あなたが嘘を言っていることは違いない 那么毫无疑问 你就是在撒谎 嘘を言っている 彼が言ったのが事実だとすれば あなたが嘘を言っていることは違いない 那么毫无疑问 你肯定是在撒谎了 好,我们看到第二个 どこへ行っても不管去到哪 人気がある都特别受欢迎 ところを見ると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 彼が立派な人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非常出色的人 立派な人だということは 那么这一点呢 違いない 是不会有错的 那么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从他走到哪 都如此受欢迎来看 毫无疑问 他是一个杰出优秀的人物 立派な人だということは違いない 好,我们往下看到第三个 連動件 那么連動件是表示X光 連動件の検査による 这个是手段 判断ですか 这是通过X光检查判断出来的一个结果 あなたが肺病であることは 違いはありません 那么 好疑问 您呢 是患上了这个 非病了 連動件の検査による判断ですが あなたが肺病であることは 違いはありません 好的 我们这种形式 可以省略中间的部分 也可以取其其一 再加上ない 结尾 表示 确定 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 当这里随便填上一个 心配 心配 担心 どれだけ心配したらわからない 不知道该有多担心 不知道该怎么怎么样 不知道该有多么的如何如何 那么首先 看到这种情况 跟以前的 どんなに どれほど しし用法都相似的 可以替换着使用 那么这个 洗了ない 也可以换成洗了ない 都意思不便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它用的具体是 哪一种情况 今の私たちの 幸福のために 为了我们今天的 这个幸福生活 今の私たちの 幸福のために どれだけ どれだけの人が 犠牲になったか わからない 不知道 什么呢 不知道有多少人 犠牲になった 为此而牺牲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 为此而牺牲了 好 我们往下看到 这边 りょうてをなくされた 那么 なくす 是表示失去的意思 那么 なくされた 用到被动体 那么强调一种 受其影响的状态 那么 りょうてをなくされた はるこさんは 就是失去双手的 这个春子呢 成長な社会生活が できるまでに どれだけ 苦労したか 知れない 他用到知れない 就是 他不知道 付出了多少的 辛労 才まてに 而是到达这个程度 强调说 才能够正常的 迈入正常的 社会生活 这个失去双手的春子 不知道 他在私底下 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才能够正常的 迈入社会的生活 好的 那么下次我看到 最后一句 きゅうしにいしおえた あにはどれだけ よろこんだがわからないね 那么 说到 きゅうしにいしおえた 那就相当于说 九死一生 或者死里逃生的 这个哥哥呀 どれだけ 喜んだがわからない 不知道 有多么的开心 有多么的高兴 记得 どれだけ 这个词 可以换成之前的 包括我们之前 所学过的 どんなに 或者どれだけ がわからない 可以换成死でない 相当于 不知道有多么的 如何 如何 好的 那么 我们再往下看到 第四个格注词 より 那么より在这里 相当于起点和来由 当然不止以前的 那个表示比较的感觉 表示起点 可以指时间的起点 或者是空间的起点 这个来由 就类似于像 カラー的用法了 好的 我们直接看到 第一句说到 とおく とおくのほうより むかしのゆうじんが やってきた 就是以前的老朋友 从什么呢 从大老远过来了 那么 这个就相当于 カラー 表示一个石 表示一个地点 一个起点 とおくのほう とおくのほうより むかしのゆうじんが やってきた 那么 另外 我们再看到 ここより ここより 那么相当于说 也是地点的 一个起点 ここより 先には 那么 从这儿再往前 何人もありません 就 啥都没有了 ここより 先には ここより 先には 何人も ありませんよ 那么 继续往下走 石道より 北を 北半球 という 那么 也许表示 一个 起点 就 从这个 赤道 以北 我们称之为 北半球 我们将 以赤道 往北走 全部称之为 北半球 好 往下走 失敗は 失敗は 不自由より 不自由より より在这里 相当于一个 比较 相当于是一个 表示原因 表示一个因果关系的 那么 一般失误或者失败呢 多是由于不注意 才呢 しょうじる 是发生和产生的 ことが多い 可以是表示 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那么 失败和失误 多半是由于不注意 才开始产生的 しょうずる 好的 より 今天学到两个新的意思 一个是表示 地点和时间的起点 还有一个表示原因 跟から的用法 非常相似的 来我们来看到 第五个用法 动词 ひかえる 那么ひかえる 它是一个 自他动词为一体的 那么作为 自动词的表达呢 你看到 首先它强调几个意思 就是第一个 相当于一个等候 或者是带立在一旁 就等待的意思 那么另外 可以强调 最关键是指时间 和空间的迫在眉睫 我们直接看句子 来理解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个 它的句子说到 村の背後に 这个村庄的背后面 山が 控えています ひかえる 其实在这里 就强调是一种 空间上的 挨得很近 ひかえる 有表示 靠近的意思 那么表示说 这个村庄的背后呢 紧挨着一座山 表示挨得非常近的 来我们看到 助词 我们用的是 が 自动词的一个表现 助词 来往下面 看到第二个句子 说到 受験者は 这个考生们呢 胸をドキドキ させながら ドキドキ 是表示 非常地紧张的 那么可以表示 忐忑不安的感觉 ながら 一边 怎么怎么 臨室に 控えています 那么这里 就是表示一个 等待 等候的意思 那么强调 考生们呢 感觉心里面 是忐忑不安的 然后ながら 带有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 在旁边的这个房间呢 进行这个 候场 或者是说 在旁边的房间 等待 进入考场 好 我们往下面看到 第三个句子 说到 決战の日が 决战的这个 比赛的这个日子呢 決战の日が 三日後に 控えています 那么这个地方 强调是 决赛的这个 决战的这个 比赛日呢 就在三天之后 那么这个 控制就相当 也是一个 时间的迫在眉睫 表示离得很近的意思 好 这些全部都是那种 表示自动词的用法 表示等候 或者空间和 时间上的 挨得很近 那么另外 他做他动词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也有表示 一些其他的意思 那么第一个说到是 娘の結婚式を 娘の結婚式 三日後に 控制 那么强调 这个女儿的 这个婚礼呢 就在三天之后 强调这个时间 越来越近的意思 その準備に 这个に相当于 我忙的一个内容 我在为此 就是非常地忙碌 娘の結婚式を 三日後に控制 その準備に 忙于这个 准备 怎样怎样的 那么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 看到 这里还有一个句子 说到 近くに 有数の観光地 観光地 那么有数是表示说 屈指可属的 表示知名的 近くに 表示说这个附近 有一个有名的 地方都市です 好的 来 看到 最后一个 大事な電話番号 大事な電話番号 手帳に 控制 控制 習慣になっている 那么这里 作为他动词用 除了时间和空间 挨得很近之外 还可以表示 一个记录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将一些 将相对重要的 电话号码 记录在手册上面 这样的一个习惯 大事な電話番号 手帳に 控制 習慣になっています なっている 好的 我们再往 第六个语法走 那么这个 看到 に 燃える 是表示燃烧 它可以表示 人充满一种激情的意思 那么表示 充满着洋溢着 某种热情的感觉 那么这里有很多很多 表示感情的词 一般都是接在 に 燃える的前面 那么这里说了几个 比方说 使命感 那么使命感に燃える 就是燃起了自己的 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那么 意欲に燃える 可以相当于燃起了 自己的一个 强烈的欲望和热情 包括还可以像 这个高学心 还包括 嫉妬 希望 理想 我们都可以 接在这个 に 的前面 我们看到 下面有一句话说到 私希望に燃えて 我满怀着希望 大学に進学した 就进入了大学的 这个校门 だって 因为呢 大学生になるのは 成为一名大学生 私がずっと 是我一直呢 憧れていた 一直所向往的 的一个梦想 夢だったんだもの 这个もの 或者もん都行 もん 更加口语一点点 表示一个原因 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 憧れていた夢 这是我一直以来 都非常向往的 是我的一个梦想 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彼は外国で 習った知識を 国に 生かそう 生かそうという 爱国の城に燃えて 日本から帰国した 我们来看到 关键是说 生かす 是表示想 这个表示 一个发挥的意思 施展的意思 生かそう 是表示有想 意志性 那么看到 他是说 他想在 把这个什么呢 把在国外 所学到的知识 给呢 国に生かす 那就相当于说 回报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说 给到自己的国家 贡献于自己的国家 他想 把在国外 所学到的知识呢 报效给自己的祖国 どういう 愛国の城に燃えて 他抱有一种 这样的爱国的情怀呢 日本から帰国しました 从日本呢 归国 好的 下早看到 最后一句说到 理想に燃えて 理想に燃えて 那就是满怀着 这个理想 偏僻な 田舎へやってきた 回到了 这个偏僻的 这个乡村 医者がいないところだから 这是一个 没有医生的 一个地方 所以大学で習った知识が 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 ここで 在这个地方 役に立つ と思う 可以在这个地方 施载 或者是 能够对他 起到帮助 と 我一想到 这样的事情 感觉 とても嬉しい 好 我们再来 把这句话 来整体看一下 那么相当于说 我满怀着 这个理想呢 回到了偏僻的田舍 由于这是一个 没有医生的地方 所以我一想着 ど 思う 我一想着 我能够将在大学 所学的知识呢 用到这个地方 对这个地方 能够起到帮助 役に立つ 就是对于什么有用 对于什么有益处 ど とても嬉しい 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 自豪 好 来我们看到第七点 一个固定的说法 いきを飲む いき是指七七的意思 いきを飲む 就是表示说 屏住了呼吸 表示因为紧张 或者惊讶的感觉 而导致这个 いきを飲む 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表示一个紧张的状态 在这里相当于什么呢 思いかけないドラマ 思いかけない 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没有想到的 思いかけないドラマの終わりに 这个由于电视剧呢 意想不到的这个结局呢 私はと いきを飲んだ 就是 我觉得非常的 让我非常的惊讶 这个电视剧 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让我非常的感觉 非常的惊讶和吃惊 那么 いきを飲む 表示说一个 非常惊讶的感觉和状态 那么第二个句子说到 みないきを飲んで みないきを飲んで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さかす 给撞上了 みんな思わず 思わず 思わず是不由的 紧不住的 怎么怎么样 いきを飲んで 我们都不由的呢 屏住了呼吸 感觉非常的紧张 好的 我们往下面 到第八个用法 那么这个用法 相当于 其实这个相当于 でも的感觉 不管怎么 其实怎么 那么这里是用到的 动词的意志型 然后再加上一个注词 构成意志型 再附加一个 构成相当于 demo的意思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demo 那么相当于 不管即使 不论怎么怎么样 当然也有可以 用到否定的话呢 用mai的情况 加上do 也可以的 我们在句子当中 还可以分开来 看待一下 看每个句型 他都可能会用到的 比方说 那看到第一个 他说 彼に何度 言われようと 構わない 那么 言われる 言われる 是吧 是被别人说 那么 言われる 变成了意志型 那么就是 言われよう 再加上do 那么就相当于说 demo 那么就是说 誰に何度 言われようと 不管别人说什么 構わない 構いません 就是也无所谓 没有关系 不在乎 那么这里只是相对的 用到一个被动体的形式 再将其变成意志型 再加上do 构成要度的情况 即使 即便 不管 不论 好 我们再往下看到第二个 学校は家からずいぶん 離れてる 離れてる 这个学校呢 离家非常非常的远 離れてる それでも 但是呢 雨が降る 雨が降る 不管是下雨也好 風を吹こうと 还是刮风也好 毎日学校行く 我每天都会坚持去学校 那么样的 する意志型是 スロー 那么スローと 意志型 ふく 变成不幸 不幸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 都照常去学校 他们继续往下看到 第三个句子说到 行こうと 行く前と 僕の勝手だ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 行こう 意志型 加上do 行こうと 那么否定的话呢 就以动词原型构成 まい 因为まい就是一个 否定的意志表达 但是不去 行く前 do 就是去 还是不去 僕の勝手だ 勝手是自由 或者是随意 或者随我的意 那么去还是不去 是我自己的事 是我的自由 好的 来 我们再看清楚 这个用法 首先呢 是你可以将其 用到一个意志型 在后面加上注词と 构成 用途 在这种情况 那么不幸 と フローと 行こう 都可以的 那么相当于でも 那么另外 如果用到否定情况 你就用动词原型 加上まい 然后再接上do 即使去 还是不去 好 我们往下 看到第九个句子 思考えない 我们在之前的 那个语法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过 这个词 就是表示意想不到的 表示一个 意外的感觉 那么思考えない 这里相当于说 考えてない 或者思ってもいない 都是表示 没想到 意外的感觉 那么首先 我们看到 思考えない 可以用作为结尾 或者修饰后面的名词的 如果后面是用言的话 你可以把意换成 なく 那意换成 なく 就行了 那么第一个说到 昨天 他说 我昨天呢 在银座 见到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人 你猜那是谁 你觉得那是谁呢 思考えない 直接就是名词 那么第二个 那么往下面看到 在这里变成了 なく的形式 就是后面的这个用言 那么说 友谈的介绍 由于朋友的介绍呢 这个说到 安くてに入った 是便宜的入手了 我以一个 计想不到的 一个低廉的价格呢 入手了一套高区公寓 友谈の介绍で 高級マンションが 思いがけなく 安くてに入った 好 我们继续 我先走 その調査の結果 那个调查的结果 思いがけない事実が 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 这个事实呢 明らかになった 明らか 是清楚的 清楚的 清晰的 明らかになった 表示一个结果 就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呢 一个不为人知 让人呢 意想不到的事实呢 终于浮出了水面 让人越来越清楚 我再次看 感谢观看